今天乌塔要拍一條快篇 為什麼是快篇 是因為今天乌塔要介紹巴黎的自動販賣機 哈囉 大家好 你們現在收看的是乌塔TV 因為最近自動販賣機還蠻活的 我現在在車站裡 法國一個叫BBO的車站出館 然後是一個非常非常安靜的地方 為什麼會拍這個自動販賣機 是因為說實話 它是我在巴黎待那麼久看過最好的自動販賣機 不說廢話 GO 好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自動販賣機在這邊 然後法國有賣的產品都大 多數都是這些 自動販賣機賣的都是 其實沒什麼好吃的 最上面就有薯片啊什麼的 湯果 下面看到這個現在取物的地方 然後這個 這個應該是選擇的地方 然後 這個是 放硬幣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 刷卡的地方 好 我們現在來 玩一下這個自動販賣機 看一下 好 現在來挑一瓶 好 當然 嘗 1 2 2 1 1 b2 000 1 如果是給錢 給錢的話就是只能夠 喔 打開了 我點這個硬幣 好 然後附這個 好 然後我們看到這邊 然後就把這個兩歐放進去推 好 出來了 好的 拿到了 我希望大家喜不喜歡這個自動販賣機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們按下時候訂閱 好 滴滴唷 今天的節目就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吧 掰掰 每次說掰掰的時候都會加上一個手勢 但因為今天東西太多 所以連手勢都沒有辦法 然後烏塔將即將要鬥於平台上先進行直播 基於直播的內容 就是烏塔帶大家去逛鄉盛里山大街的生活 其實不具體是什麼時間呢 那就希望大家期待烏塔TV的通知 好 出來了 掰掰